古代为何很少发生强奸案?难道古人都很正派吗?原因其实很简单,翻阅古代刑法典籍,都能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,在封建时期的各个朝代发生针对女性的违法案件,频率非常之低,一旦发生类似事件,通常都会被作为大案处置。 但是,话而言之,古代的强奸案发生概率,远远低于现代社会,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难道说古人的素质教育真的比今天的人更加先进?很显然,任何时期高素质人口与低素质人口都是同时存在,发生强奸案的概率,与人口素质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,之所以会形成古代性犯罪率较低的现状。 原因来自多个方面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《阎科律法》下的悲惨命运,在古代,对于强奸犯的惩罚可谓严苛至极,无论是唐律,原典章,还是名律,轻律,都对强奸者处以极刑,一旦罪名成立,犯罪者多难逃一死。 唐朝时期,凤仙县位斗参就曾经处决了两名强奸犯,这两个人是禁军曹芬的兄弟,他们在醉酒后竟然侵犯了自己的唐妹,斗参得知此事后,立即将他们捉拿归案,最终判处死刑,可见。 在当时的社会,即便是身为禁军的曹芬兄弟,也难逃法网,元朝时期,河南某地曾发生一起女子被多名士兵性侵的案件,消息传到元氏祖忽必烈耳中,他勃然大怒,立即与大臣商议对策,最终,朝廷修订了原典章,明确规定,无论贵族与否,奸罪已经发生,皆处死,由此可见,元朝统治者对于性犯罪的态度之坚决, 明清两朝对强奸犯的惩治更加严厉,明律规定,强奸者绞刑,畏罪者账一百,留三千里,清律也明确规定,强奸致死者斩决,强奸幼女者,不分计罪畏罪,一律处以极刑,在如此严苛的律法之下,犯罪者无不闻风丧胆,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,古代讲究十恶不赦,其中一款就是奸淫妇女,对于犯下强奸罪行的人,通常会给予非, 非常沉重的处罚,死刑的概率极高,而且就算遇到君王大赦,强奸犯也不属于特赦范畴,由此可见,古代对于这种涉及人伦底线的犯罪,从法理上采用了零容忍态度, 贞奸牌坊下的血泪时,在封建社会,杰操贞结被视为女子的立身之本,宁死不屈成为许多女性面对侵犯时的选择,一些守洁训真的女子,甚至被朝廷提赠贞结牌坊,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,然而在这些光鲜的牌坊背后,却隐藏着 一段段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,东汉时期,梁国乐阳仔的妻子就是一位视死如归的猎女,当一名盗贼闯入家中,起了歹念,威胁要杀害婆婆时,岳阳子妻宁死不从,毅然举刀自尽,明朝时,下线孙真的妻子柴氏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,当一名流氓图谋不轨,伸手侠逆时,柴氏愤而低头,竟将对方碰触过的自己的手掌肉一口咬下, 还有杨炯的妻子柳氏,在丈夫战死沙场后,遭一恶少计语,那人趁他不备,突然拉扯他的衣袖,柳氏随即把刀,将那恶少拉扯过的手臂砍了下来,青楼露像里的买卖,在古代,青楼妓院是一项合法的行业,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女女,到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青楼,色狼也在古代社会可谓发达,统治者往往默许甚至支持此类场所的存在, 因为他们不仅可以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,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治安压力,对于无期可取的光贵而言,青楼妓院无疑提供了一个宣泄欲望的出口, 即便是家境贫寒的平民,也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在这里享受到肉体的欢愉,而对于官宦富商等上层人士来说,调娼更是司空见惯的行为,因此在色狼业高度发达的时代,许多人宁可铤而走险调娼,也不会去冒强奸的风险,最早的青楼由管仲创立,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齐国内部的经济, 按照目前的角度,管仲的经济发展策略具有极其超前的眼光,青楼女子的来源,主要包括战俘和奴隶,此外还包括罪犯家属,管仲设置青楼,一方面通过这种独特的服务业,吸引攫取财富,另外一方面,也是有军事目的,在齐国的青楼祭馆中,通常有官方布置的哨探人员,用于刺探军情,青楼祭馆的出现,客观上减缓和消除了 犯罪的根源,男欢女爱的权力游戏,在封建社会,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,女性往往沦为男性发泄欲望的玩物,无法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,一些全是显赫的达观贵人,更是将女性视为随意泄完的猎物,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,为所欲为,甚至公然强强民女,是法律如无误,明朝宣宗朱瞻基,就曾在威夫斯坊时, 看上了开酒馆的李凤姐,即便姑娘苦苦哀求,她也不管不顾,强行将其占有,事后,朱瞻基还下令将李凤姐收入后宫,封其赋为三品大员,在这场权力与欲望的角逐中,李凤姐虽为受害者, 却只能忍气吞声,甘愿成为帝王后宫中的又一枚棋子,类似的势力在史书中不胜枚举,那些名门望族的小姐,观唤人家的女眷,无不面临着身不由己的悲惨命运, 她们或被迫尾身权贵,或被陷害入狱,或被逼自己训诫,古代女性备受欺凌,强奸案件也常常被政治化,权力化,沦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的工具, 古代强奸案件并非真的稀少,只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,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淹没在了时光的长河中, 在南北人察觉,受传统观念影响,许多女性在遭受侵犯后,往往选择忍气吞声,将屈辱深埋心底, 一方面,她们惧怕遭人非议,又担心连累家人,另一方面,由于缺乏真凭实据,就算控告,也很难让罪犯得到应有的惩处, 久而久之,许多强奸案件便不了了之,而在司法实践中,强奸罪往往被轻易定义为通奸罪, 即便女性是明确的受害方,也可能遭到社会的不理解和歧视,被认为是师姐不检点,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,一个名叫祥林嫂的特殊人物,就曾经遭遇了被逼嫁人,最终被捆绑送入洞房的待遇, 结果是,外界非但没有同情这样一个女人,相反对于她的评价变成了三个字不干净, 就连替祖先争主祭祀的贡品都没有资格,由此可见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, 这导致大多数情况下,就算某些女性遭遇了不法侵害,都要作为过错方,承受来自外界的白眼, 正是由于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,导致现代女性依旧存在被猥亵强暴之后, 迫于社会压力和看法,选择了默不作声,不愿将罪犯的行为公之于众, 现代女性被强暴后报案尚且需要很大的勇气,更遑论古代女性,甚至有些法治不健全, 极度落后的地区,根本没有强奸罪一说,而是统称为通奸罪, 也就是说将男女双方都作为淫乱的对象,进行一视同人般的处置, 在这种情况下,除非是女子的丈夫或者其他家属报案,否则案件大多谁被被隐瞒, 由此,强奸案的数量自然会处于极低的水平, 由此可见古代强奸案数量较少,是基于历史大背景造成的现象, 并非是某一个原因可以解释,这就导致许多案件根本无法进入官府事业, 加之,古代各级衙门普遍存在独职, 营私舞弊等问题,有法不一,执法不严的现象十分普遍, 因此,不少强奸案最终不了了之, 同时,受制于古代落后的科技水平, 案件记录与统计都无法做到精准完备, 特别是在史书编撰过程中, 史官往往对一些细节小事不屑一顾, 除非案件影响重大,牵涉到皇亲国籍, 否则他们不会将之详细记载, 这就使得大量强奸案件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, 古代强奸案件之所以相对罕见, 既有严苛律法,传统贞洁观念, 青楼妓院等社会因素使然, 也有男权思想,执法不严, 统计缺失等深层次原因, 因此,我们绝不可将其简单的归因于古人道的水准高上, 在华丽的牌坊与残垣壁之间, 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惨痛故事, 那些古代女性无助的内涵, 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, 作为后世之人, 我们更应该正视历史, 反思传统观念中的偏见与不公, 以此推动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进步, 让每一个人都能免遭伤害, 安心做自己生命的主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